大家好我是阿菲 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给大家 录视频 我有大概有10天 11天的时间呢 断根了 没有更新 这跟疫情有关系 但是也跟个人 个人的一些状态有关系 实际上呢 我想分享生活 是一种很积极乐观的生活 但是看了最近的新闻呢 我是在 乐观不起来 只是就挺为国家担心的 这么大的灾难 所以每天打开朋友圈 挺揪心的 看到那么多的数字 每天在上展 然后想一想他们的这个 这个日子真的就不好受 特别是接受在武汉的人民啊 其实 其实疫情对于我们像这项 生活在山里的人 而且还是云南 生活在山里 而且没有邻居的人 可以说影响非常小了 甚至 就是 几乎没什么影响 唯一的影响呢 就是出行不方便一点 但是又相比那些 正接受在田县的这些 医务人员啊 还有在 武汉的人民啊 我们这些呢 就 真的就不算什么了 但录这些视频呢 不是特别负能量的一期视频啊 而是 挺积极向上的 我因为我相信国家 相信这场灾难 终将会过去 嗯 我们 之前的那些 生活 就是说 看似很普通生活 在这一刻呢 大家能体会到 原来我们 之前的生活 是多么幸福啊 在我们回归正常以后呢 我们也许会就更加珍惜 当下的生活 更加 懂得 去做一些事情 嗯 在之后呢 好我们说点开心的事情啊 在之后 嗯 之后呢我的计划呢 是在 嗯 给大家做一期一档视频吧 呃 因为有一个小伙伴呢 要从 呃 很远的地方来 来到我这里 然后我们俩一起做一个事情啊 这事情呢就是 嗯 把自己 把我的这个果园的一个小部分啊 打造成一个 能自 自欺自足的一个 这样一个 呃 地方 所以我们的决定是把这个事做好 当然蘑菇也不会放弃啊 这个只是一大 很有意义的这样一个视频啊 所以呢 我等疫情过后呢 等他过来 然后呢我们一起去 嗯 靠两个人呢 一起去把这个房子搭建起来 然后菜种起来 呃 不更新啊 这段时间呢会减少或者不更新 呃 因为 呃 得把这段时间的这个 怎么说呢 等疫情结束 自己的 状态回归以后呢 才更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 呃 说实话 这里生活 什么都挺好的 然后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把这些东西 呃 分享出来呢 我觉得是有点炫耀的感觉 所以 哎 我就停止更新了 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就是说 我不应该在这么特殊的时期 还去嘻嘻哈哈的 而且 知道的 很需要一种很好的状态 去给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啊 呃 会很快的继续持续的更新啊 呃 因为疫情会 很快的就会过去掉 嗯 大家都 坚持住 在这里很感谢大家对 阿飞的支持啊 对 呃 采蘑菇也好 对这些生活的小手势分享也好 都是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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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伙伴 真的 以前呢我没没想过会有这么多小伙伴 来喜欢我的视频啊 嗯 之后的视频呢我充满信心啊 然后 我们 下期视频 再见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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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